以西结书第九章 我听见他大声呼叫说 惩罚这成的啊 你们要进前来 个人手里拿着灭命的武器 忽然有六个人从朝北的上门那边走来 个人手里拿着杀人的武器 他们中间有一个人身穿细麻布衣服 腰间带着墨盒子 他们进来站在同祭坛旁边 以色列神的荣耀本来是在基督博上面的 现在从那里移到殿的门槛 以和华把那身穿细麻布衣服 腰间带着墨盒子的人照来 对他说 你要走遍耶路撒冷全城 那些因城中所行的一切可憎的事 而叹息悲哀的人 你要在他们的额上画个记号 我又听见他对其余的人说 你们要跟随他走遍那城 进行杀戮 你们的眼不要顾惜 你们也不要连续 你们要从我的圣所开始 把老年人、少年人、少女、孩童和妇女都杀尽灭绝 只是那些额上有记号的人 你们都不可伤害 于是他们从殿前那些长老开始杀戮 他又对他们说 你们要玷污这殿 使这些院子充满被杀的人 你们出去吧 于是他们出去 在城中进行杀戮 他们杀戮的时候 只留下我一个人 我就脸浮在地 呼叫说 哎 祝耶和华 难道你要向耶路撒冷 请到你的烈怒 使所有以色列余生的人都灭绝吗 他对我说 以色列家和犹大家最大恶极 地上充满血腥 城内充满不意 因为他们说 耶和华已经离开这地 他看不见我们了 因此 我的眼必不顾惜 我也必不连续 我要把他们所行的 报应在他们的头上 那身穿细马布衣服 腰间带着墨盒子的人 回报这事说 我已经照着你所吩咐我的行了